哈喽大家好 今天到了周末了 今天的一块老慧哥跟大家会上几件瓷器 俗话说得好 入对圈子跟对人 老慧哥这个东西大家可以放心购买 都是开门大佬的东西 首先介绍 昨天给大家上的百花不落地儿的 这么一个小主人杯 还是非常漂亮的 也是不错的 东西是清晚民国的 没有任何争议 然后喜欢的话可以联系老慧哥 底下还有一个底款 大家也可以到处研究一下 虽然字迹不是说十分清楚 但是有几个字还是能辨认的 咱们百花不落地儿当主人杯 还是很不错的 喝茶饮酒 那么我们接着看下一件 那么下一件 咱们给大家介绍季篮的瓶子 高度接近了25.8厘米 然后也算一个比较大的瓶子了 这个瓶型还是非常优美的 它主要就是仿我们乾隆时期的 一个季篮的一个尊瓶 两边是趴着两条赤龙 我们看一下口 口部的右光比较温润了 毕竟有时代感 我们再看一下胎底 这是一个什么时期的 这是一个咱们七八十年代创会的 时期的这么一个仿乾隆的 出口到国外的这么一个尊瓶 然后我们看一下这个右光 右光特别的润 而且发出这种宝石的蓝色也是非常的漂亮 我们看一下胎底 胎底的特征就是不十分干老 但是就是那个时代的特征 就是七八十年代的 然后出口创会的这些东西 东西还是精工细做的 属于一个全品 没有任何的磕碰充线 这个就是在里面 看石柚的时候 这没有挂上柚 这是一个点 没挂上柚 然后就是底部 底部修胎的时候 修胎的时候这块 可能去胎的时候也去掉了一点 然后但是摆放并不是十分显 这是挂着柚的 看一下 我们看一下摆放的 摆放还是非常漂亮的 这么一个季篮的 咱们一个创会时期的尊品 给大家一个超低价格 如果喜欢的话 就是非常超值的 确实是非常的漂亮 包括我们这些幼薄的地 大家看一下 幼薄的地体现出的这种颜色 过度非常的漂亮 而且平行的非常的优美 洗完的可以请回去 东西还是非常不错的 第三件我们介绍一下 这个是一个小的青花的天球瓶 它的纹路就是我们这种西帆帘 蝉织帘的这种纹路 然后上面趴着一条赤龙 大家看一下完颜的赤龙 这个小天球瓶 先给大家量一下尺寸 它的高度是9.3厘米 这个东西就是一个纹房的小器具 摆放的是非常的漂亮 而且把玩的也是非常不错 右光的大家看是非常的温润 这个看这边画了一个蝉织帘 一个莲花也叫西帆帘 这边的一个莲花 这是一个蝉织的样子 上那儿趴着一条蜉绒 蜿蜒的蜉绒 这个蜉绒看 刻画得也非常不错 这个并不是一个全美品 龙头在流传工程当中磕了一下 这个老霍哥给它简单的点了一下 也是恢复了原来的样子 其他地上没有任何的磕碰充线 我们的底看一下 一点磕碰充线没有 咱们看一下胎 这是光绪时期的 胎非常的嫩 就像糯米一样 然后我们再看一下它口部 口部也是没有任何的磕碰充线 这儿是柚 这是柚 没有任何的问题 那么这么一个 我们青花的西帆帘赤绒的 这么一个小天牛瓶 给大家一个超低的价格 价格非常实惠 如果大家需要就超值的 像这种瓶子的话 应该就是如果没任何毛病的话 应该是在2500-3000 这个价格还是非常超值的 这确实是文房的 这么一个小器具 确实是非常漂亮 看这个盖盒 这个盖盒之前老婆 给大家上过一个 确实是非常漂亮 这个是乾隆时期的 我们看一下它的盖子 主人饰 看一下主人饰 画的非常细 整个就是一个山水画 就这么一个盖子 就画出来这么漂亮 远山近水 上面有渔船 而且有我们的小桥 还有我们的亭台楼阁 还有我们的小房屋 包括树木山石 山石画的也是非常漂亮 这还有一个庭院 也就是说 一幅优美的风景画 就展现在我们的面前了 上面是一个我们仿生的伴伴 然后我们再看一下它的底 底更是 也是一幅优美的风景画 这个就是亭台楼阁 带庭院 然后远山近水带艳群 这还有宝塔 这还有渔船 这个画的就是奄然一幅风景画 这个就等于在这么一个盖盒上 我们一共绘制了三幅的风景画 那么这个盖盒寸寸给大家量一下 我们这个青花山水盖盖 它的高度是12.6 然后它的长度 就是路头道路头的长度是18厘米 这个盖盒还是不小的 那么我们看一下它的品项 首先我们介绍一下 这个底是没有任何的磕碰充线 底是一个传媒品 是没有任何的磕碰充线 包括我们小鹿 小鹿脑袋 这个小鹿尔有一点点的小损伤 这个也不影响什么 然后我们再看一下的盖子 盖子就是老霍哥怀疑它是一个后配的盖子 为什么说怀疑它后配的盖子 就是略微有一点点的宽 略微的宽出来这么一点 然后盖子上会有什么 会有一个充线 大家看这会有一个充线 到这的充线 但是在我们正面确实是不显 正面不是很显 大家看这个位置 隐约的能看到 那么这么一个非常漂亮的 前龙时期的这么一个盖盒 给大家一个超低价格 个体还是非常大的 比较大的 画的确实漂亮 在家里摆放 这就是一幅风景画 古代的风景画 确实是非常漂亮 那么给大家一个超低价格 一个折扣价格 就当盖子是送的 这个还是非常超值的 那么我们看第五件 第五件大家一看这个都知道 这个是一个小罐子 然后它是属于什么彩 一看这种彩料 它没有颜色的过度 这个就是我们所说的五彩 然后它五彩主要是 这就是红绿黑褶 咱们看一下 有红有绿 有黑色 黑色画的树干褶色 然后就是树 树干的颜色就是褶色 黑绿红 一般我们还配有黄色 也有 其实也有 梅花瓣的中心 也会配有黄色 这是它的主基调色 然后它的五彩并不是五种颜色 那么它可能超过五种 或者少于五种 在这里老霍哥 之前的老霍哥也给大家介绍过 那么这个小罐子 题材是什么题材 我们一看它会有两个开窗 这边开窗画了一个梅花 一个兰花 那么对面一定是竹子跟菊花 那么就是我们典型的四君子的题材 就是梅兰竹菊 这个就是我们过去的四君子的题材 我们现在的人们喜欢四君子 经常在我们的画作 还有我们窗户上 会有梅兰竹菊的这种作品 然后古代人同样会喜欢这种四君子 梅兰竹菊 那么它周边的是什么 是一个蝉枝莲的文式 这是一个大大的蝉枝莲 然后蝉枝就代表万寿藤 万寿藤就是说的意义 就是子孙延绵不断 这个就是非常美好的寓意 然后我们再看一下它的肩部 肩部的文式 肩部就是一个 由我们三角形组成的一个文式 这个叫太阳花 包括这个口太阳花 也是一个美好的寓意 我们看一下它的底部 底部我们看一下修胎的方式 跟它这个胎非常的干 也是你看略微发黄糯糯的 这个就是我们典型的 我们清管期的光绪时期的 这个东西包老的光绪是没任何争议 没任何问题的 我们量一下它的高度 这个罐子的高度是13厘米 这个还算一个中等的罐子了 比我们小罐要大不少 一般我们小罐是10.5左右 像这个13厘米也算个体比较大的了 那么画的花卉也是非常的舒展 然后确实是比较漂亮 再一个题材比较好 这个梅兰竹鱼的题材 在五彩罐上出现的也是非常的少见 这个是老霍哥见到的第一只 确实画的也比较漂亮 特别是我们这个竹子 老霍哥比较喜欢竹子跟梅花 这两朵花卉 画的确实比较优美 那么品相给大家说一下 品相是属于全品 那么就这有一个小窑斑 这是烧窑的时候 我沾了一个小窑沾 这个不是磕碰 也不是后面的吊彩 这个就是属于全品 应该是在全美品范围之内 但是老霍哥要求比较严谨 就这么一个一点点的小窑粘 我们可能就达不到美品的 但是全品是没有任何争议 没有任何问题的 因为我们的老的器物 大家既然收藏老器物 你就要有的时候接受 它在流传使用工程当中的一些问题 但是这个并不是后天形成的 这是我们烧窑鼠就自带的这么一点 这个没有办法 这是娘胎给带出来的 所以我们后天形成的毛病没有 这个东西确实是属于一个全品的小罐子 非常漂亮 非常美的一个东西 价值应该在3000块钱左右 老霍哥给大家一个超低价格 喜欢的话 就是用题材的这种个体的罐子 确实是很难得 那么今天最后一件介绍的主角 这个主角确实是 这个东西它是康熙时期的 康熙的东西都是大名鼎鼎 不光是国内人喜欢康熙的东西 老外也十分喜欢康熙的 只要一说有康熙的 绝对不会买清中或清碗的东西 康熙的东西就是大名鼎鼎 名声在外 因为康熙发明了粉彩 还发明了法郎彩 然后在康熙时期的五彩 康熙时期的青花 都是比任何时期 清代的任何时期的东西做的都要漂亮 确实是康熙的东西人人喜爱 我们看一下这个杯子 这个杯子一看这个形状 大家就知道了 这是一个我们清早期的 一个铃铛杯的形状 大家倒过来看像不像铃铛 这属于铃铛杯 个体非常大 比较大一些 然后我们拿在手里非常的舒适 这个当主人杯喝茶非常的不错 我们看一下它的尺寸 它的高度达到了7.6厘米 它的口径达到了7.5厘米 这个个体的杯子确实是银茶非常的不错 然后我们看一下它的主文式 这个主文式 大家看一下这种花卉题材 像一个葫芦形状 然后里面会有籽 这个又有宝箱花的样子 又有我们葫芦这种样子 葫芦 代表葫芦的意思 然后籽代表多子的意思 然后周边就是我们的蝉枝莲 蝉枝花卉 大家看一下蝉枝蜿蜿 然后带有莲花 也是莲莲富贵的意思 那么宝箱花不用说了 蝉枝花肯定就是我们寓意的吉祥 美好的意思 那么我们看一下 这个它的主题材就是 青花繁红苗金 这个在我们康熙时期是经常应用的 而且康熙时期的青花繁红苗金 它就是好看 然后我们看一下它的青花的发色 青花发色这种蓝 非常淡雅 非常艳的这种蓝 就是我们典型的清早期用的珠名料 只有珠名料能发出这种蓝来 我们看一下到了晚期的 晚期的青花的发色 就要逊色的多一些了 它就是没有这么蓝艳 然后我们再看一下它这种什么 樊红彩 樊红彩的早期都会掺有金 摸上去滑滑腻腻的这种感觉 而且比较红 越到后期颜色越淡 这个杯子是典型的 我们康熙时期的东西 但是老霍哥给大家包老到乾隆 因为有的时候一鉴定 人家就说青早期 有可能就给你鉴定成康熙到乾隆 所以东西是康熙的没问题 老霍哥给大家包老到乾隆 因为我们康熙的东西 青早期的东西里面 你看小杯子中间都会有一束花卉 这是非常典型的 然后修胎修的非常的规整 漏胎很少 因为它挂右挂的比较多 底下是蛮右 然后右也是挂到这儿了 基本上就没怎么漏胎 这个胎也是非常的糯 像糯米一样 东西是开门大佬 然后品项给大家说一下 品项是一个全美品 任何的磕碰飞品没有 这个是十分不易的 这个可见这是在过外保存的还是比较好的 唯一就是什么 就是金彩略有那么一点点的磨损 这个很正常 你在使用过程当中 金彩肯定会有磨损 这么历经了毕竟300家的东西了 这个给大家一个超低价格 这个杯子有这么一个就够了 因为是收藏级的东西 拿它喝啥 我估计泡出来的什么的茶 味道都比较香一些 然后确实是这种个体这种形状 拿在手里非常舒适 这就是典型的鸭手杯 大家可以编一点 这个重量确实也比较压手一些 那么给大家一个超低价格 如果喜欢的话 还是非常超值的这个价格 那么今天的视频 老后哥就给大家拍到这里 喜欢老后哥的视频 请在左下方给老后哥点 长按三秒钟 点一个超强的推赞推荐 然后在右下方 没点关注的朋友 点一下关注 以后找老后哥的视频好者 那么老后哥的东西 大家可以放心购买 都是开门大佬的东西 那么今天的视频就拍到这里 谢谢大家